我心想做好看來都人不跳 啊哦啊哦 像好傷 像人好丟 穿來擂東跳 看天路亂團夢 叮咚叮咚 求見了 my dear friend 你實在感慘 期待的思念 啊哦啊哦 像三萬一 OK 人 共演一時間 還滿開幾百年 Hello 卡龍 老台家 瘋瘋瘋瘋瘋 萬一突然的動 放棄的孤 新年 共一發粹 新年 乃快樂 孤準頭 我共一共一年 共一共一年 辦事那幾句 孤情 我共一共一年 我共一共一祝福你 新年 乃快樂 孤準頭 我共一共一年 我共一共一共一年 辦事那幾句 孤情 我共一共一年 我恭喜恭喜祝福你 中間 看電 努力看夢 叮咚叮咚 求見咧 my dear friend 歡迎大家回到座上課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這首歌有沒有覺得 哇 真的感受到那個 過年很愉快的氣息 而且剛剛大家在聽歌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 客語怎麼聽起來 跟這個粵語歌曲還真像耶 好像有人講過 真的很像 當然就是 當然有地緣語言上的關係 而且你們剛剛那樣唱歌 編曲起來 真的很有這樣的風格 是 好 樂式舞曲了 有人這樣講啊 也有人說人家歐美的那個感覺 真的嗎 歐美電子樂 所以這個快刻調 真的是包了萬象喔 對啊 這個是他的巧思啊 原來有一次我們在訪問裡面發現 他因為編曲他也是一個創作嘛 對不對 所以我發現他心裡面 有一個大男孩 就是他對於那個歐洲 歐美的城堡啊 或者說那種一些景象是有想像 他很會想像啊 你們自己講 自己講 很棒耶 所以這樣講 我們平常在一張專輯裡面 當然有很多部分 詞曲的部分 是有KING 對 那編曲跟製作就是對啊 對 所以你們兩個分工的很好 算是還不錯啊 對 那整張專輯的企劃 好像又是你 對 我企劃的方面就是只是 又說好 我這一次可能 我希望我們做 整張我們做一個比較輕快的風格 是 對 一個大方向 一個大方向 然後其實整個細節部分 還有就是把我每一首歌曲去 去怎麼去製作啦 還有他到比較早的 那所以你們在分工分工 不會有這個 互歐的狀況啊 不會有角力啊 製作人永遠都是對的啊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 那這樣子以 你詞曲的創作 我想 KIM 先幫我跟我們談一談 是 像你自己在詞曲的創作上 我們既然說 寫客家音樂啊 小哈卡運動 你自己在創作上 靈感的發想 或者是 你的構想 構思都是 哪一些給你的靈感 對 在這一張快課跳 你會平常在 在寫客家歌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設定一個主題啦 我在每一次寫 寫客家歌的時候 都 尤其是因為 我想說有一些 客家元素的東西 是很不錯的 就是即便有些人 可能會說 比如說我們的 曲風啊 或是比較 比較偏流行等等 可是對我來講 因為 我們用這個 用這樣的一個語言 我覺得 我們很難去跳脫說 這個 這個不是客家的東西 某個元素就是 你現在會 拿來 一直去思想 然後把它寫進去 對啊 就是我對於客家的認識 可能還有 聽過 阿婆唱過 阿婆唱過 這個 三個嗎 對呀 三個啦 然後 或是說自己在YouTube 去做一些功課 或是說還有很多 比較年輕的歌手 他們在 他們在表達的東西 去找一些 就是 寫歌對我來講 是一個習慣 對 就是它是一個 就像 大家會 常常會去做運動 會做寫行 那這 傑哥對我來講 是這樣的一件事 好棒喔 熱情啊 熱情的所寫 一有感覺 一有想法 就寫下來 所以你現在應該 累積滿多寫詢吧 是啊 但是 電腦當掉的時候 還是沒有被分 最近剛剛電腦壞掉 這就是I世代的困擾 對不對 雲端 要記得被分 對對對 我想 剛剛Kim也講到 寫歌 是一個習慣 也是一個熱情 也鼓勵大家 如果你喜歡創作的話 無論是哪一種創作 我覺得 都可以把它變成 你生活當中很自然的事情 就會 累積很多 很美好的事物喔 戴陽呢 平常在編曲 在製作上 累積輕輕 但是就 開始有很多的作品 有什麼心得 大家聽不懂 大家聽不懂 當然他們是老老的傷口 嗯 嗯 耳熊很想 對耳熊 然後就是會有一個hook 一個旋律一直洗 洗腦 洗腦就會讓你們 不知不覺 不想聽都會唱 對 然後我們直接 就是 有時候覺得 欸這首歌很煩 然後這樣其實不知不覺 你就會唱這首歌 真的 所以你的目的就是 要讓我們覺得 被洗腦了 就是 什麼 那有一個更一種光明 還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這個組合 因為 戴陽不是客家人 可是我是客家人 然後他可以用 多另外一個觀點 來去看客家音樂這件事情 很棒 所以 大家如果發現的話 你看iColor也是英文 他也有中文 他也有中文 中文是iColor這樣 可是我們就希望 透過 跟國 跟國際 比較可以接軌的東西 讓這個 走過計畫 走過計畫 我講的不好意思 跟你講 戴大志 做修法 他講 真的 不要害我 就希望 多元一點 對啊 其實不只是 不是客家人 就算是外國人 聽到 會覺得很酷 而且 會喜歡 對 其實我們自己都本身還有工作 其實我們都是用 先下司機來做 其實 然後 製作其實也沒有到太長 都是想在 用先下司機來去做這個客家創作 要趁熱線 然後謝謝 對 感謝大家 他們會紅 哈哈哈 當然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想 在音樂這條路上 創作這條路上 我覺得 就是用熱情往前走 那很多的時候 真的是身邊的人給我們的支持 無論是家人 對 在音樂的路上 你們一定不會孤單的 是 我相信大家也很期待他們 繼續為大家帶來 多動聽的歌曲 那 今天再次謝謝 iColor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